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集就带大家看了我们伦敦屋旅馆监房 今集就带大家去吃饭 和逛逛银山温情的景点 首先带大家去伦敦屋对面的酒茶房Courier Cafe 除了销量第一的消棉花糖而可可之外 Cafe还有很多自制的饮品和甜品 大家看到满座的牌都可以进去问一下 因为里面是有座位可以让你坐着等 Cafe不算大 只有四张桌 其中一张就在一楼 二楼有三张桌 全部的景观都是向着温泉大街的 这张桌容纳到六个人 但距离窗的景观比较远 所以老板都会等其他桌坐满了 才安排这张桌给客人 我们看看有什么吃 Cafe有三种不同口味的自制冰糕 还有自家製的布丁和英式松饼 还有番薯蛋糕 如果不清楚可以上官方Instagram看 烧棉花糖而可可的味道就比较普通 英式松饼外趣来远 还有配上自家製果酱很好吃 配上银山温泉的雪景 真的可以在这里逛几个小时慢活一下 吃完东西我们去第二间银山温泉出名的餐厅啦 夏伊卡纳山的咖喱面包是银山温泉很有名的小食 可用了山营园的小物 很可惜它去年12月开始币店 就是为了准备今年10月搬铺 相信大家来日本的时候已经开了 第三间要介绍的餐厅就是伊豆之华 餐厅二楼的景观十分之好 是不少人选择拍照的地点 餐厅最有名就是炸茄子桥麦面 它是银山温泉小友开到好夜的餐厅 大家吃完饭都可以来吃个甜品 银山温泉是没有Lawson那类的便利店 如果大家只想喝杯都可以去休息站 除了咖啡之外还有山营原产的果汁 介绍完银山温泉的餐厅之后 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买了 八木桥商店主要是买日本东北不同地方生产的酒 除了酒之外它也有售卖不同的精品和摆设 大家看到的就是温泉地方特别版的鬼滅之印锁匙扣 还有就是由山营原好出名的美花宅牛做的不同食物 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手信 这条片没有特别写到明媒餐厅或商店的位置 大家不用担心找不到 因为温泉大街就是一条路直走 另一间土产店就是温泉街头的果子柱名有 这里有卖银山温泉的名媒古代米大福 走完街我们就回能登屋旅馆吃晚饭了 check in的时候旅馆已经问了要多少点吃 所以坐下的时候已经有各式各人的冷盘准备好 首先来一杯餐前酒 除了酒之外还可以点山营原产的苹果汁和泥汁 我们割叫了一杯我就觉得苹果汁好喝点了 伦敦屋的晚餐是会选用当做的食材 大家看到有刺身、蕎麦面、很多骨骨的鱼和昆布卷 大家不用担心吃不饱因为真的很丰富 还有就是山营很出名的米花宅牛和米宅团的火鍋 接着又来一条汁很好吃但很多骨骨的鱼 蟹膏茶碗蒸 还有就是能登屋很有名的鸭肉汤 这餐饭的结味就是当做的水果和甜品 本身还想去伊豆芝华吃个雪糕 但真的太饱吃不下了 银山温泉其中一个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夜景 除了两盆木造旅馆的灯光 还有照着温泉家的煤气灯 银山温泉另一间比较出名的旅馆就是2006年 由知名建筑家韦炎先生改造的藤屋 下着雪享受一个粥汤都不错 但大家就记得要带毛巾去抹脚 如果想看银山温泉的雪景可以12月到3月去 但我们完美去的时候有些地方的积雪就已经变薄 所以如果想看到更多积雪的银山温泉就应该早点去 由银山温泉开去大石田站的巴士 最后一班车是6点多 如果想享受这个这么梦幻的夜景就建议住一晚了 看完夜景我们回去大浴场冲过梁之后就去睡觉了 旅馆会在你吃晚饭的时候铺好床 能登屋的早餐只去到9点 所以要一早起床吃了 早餐和晚餐吃到的饭都是山形原产的米 如果觉得好吃可以在旅馆的店铺买回去 吃完早餐可以去一楼探杯咖啡 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要喝咖啡 银山温泉的咖啡店又没那么早开 这里的咖啡真是救了我 喝着一杯热咖啡看着这个雪景真是人生一大乐视 吃完早餐喝完咖啡 还没到checkout的时间 我们就出去逛逛吧 由于一大早早还没有即日来回的游客 所以街道会比较清静和游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大雪啊 而且很大风啊 吹着头都很累了 即日来回的旅客如果想浸一下温泉 可以去这个公共浴场 这里就是那个猪汤 我们一起走走走走走 我们就住伦敦屋 所以就是走到这里 其实也很近的 它主要的景点呢 是要再进去里面的 个碑 有这个酱 然后银框桃 然后有一条条 还有这个葡萄 都是在里面的 吃完早餐 还打算走一下银山温泉的景点 但原来冬天 即雪太厚 是去不了的 刚才介绍的景点 是在铲雪车之后再走进去的 银框档会因为落雪 而变得危险 禁止游客来尽 所以如果想进去银框档 就建议5至10月去啦 银框档 London屋是会在零框档的时候 一次过 收住宿费和饮料钱 零框的涨后会用小 Brid Vas 先将我们的行理 先送去旅游巴 然后会再慢慢向 excellent 温泉街口的旅游巴上车 根据大家新干事的时间 可以选择8分20分30分的接送巴士 銀山溫泉真的很夢幻 令人感動 如果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親身去一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還有Subscribe這個Channel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拜拜